Hello大家好 Windows 10不激活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是否会出现黑屏呢 首先一点 Windows 10不激活呢 是不会出现黑屏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呢 以及功能为说的限制 有呢在 桌面的右下方会出现一个 设置以激活Windows的水逆 另外呢 无法进行个性化修改 例如修改壁纸 颜色锁屏主题的 这些修改案子的都会变成灰色 但是呢你也可以同步 由右击一张图片 之后呢 把它给受益背景这样来解决 不修改呢也无所谓 它还不影响你基本功能的使用 另外呢 无法使用微软账号的同步功能 之后呢会有些 微软的软件功能呢会受到限制 大家不激活呢 影响不是很大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 谢谢